嗨各位小贼贼人 今天过得都还好吗 我是宝可梦 今天呢是我们宝可梦生日清的最后一支影片 那这支影片也是分享了一个龙小姐她的这个参与活动的心得 那我最后会再拍摄一支影片来公布就是最棒的得主 然后就是奖金要开始发送啦 那我们今天先来看看我们这个龙小姐的最后一篇文章 她的这个心得分享 好 一个段落 宝道的书应该是今年我看的第一本书 因为对阅读苦手 加上很多理财相关的书总是专有名词 兼设文字呈现 以往的书总是翻没几页就在放在一旁深灰尘了 而这本真的是密集 写得引人入胜让人一翻再翻 很有趣的一本书 不知不觉就翻越晚了 还会想拿标签来贴重点了 所以我觉得我的书算是小资清理财的入门书 因为我是用tell a story 跟大家讲一个故事的方式来做介绍 而不是用很尖色的词汇来做引言做开始 所以你们读我的书绝对不会觉得很尖色 而是会在一个接一个的故事的过程里面 然后就把这些知识给吸收进去 而且这些知识可不是垃圾呢 可是真的是货真价实我的个人经验分享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那下一个段落 以往对信用卡总是有很多既定的观念 也很怕变成卡路或是刷卡过度 其实都是自制力不够 信用卡只是众多支付工具的其中一个种类而已 身旁的亲朋好友大多是无卡或者是一卡刷到底的 大部分的理由也差不多 怕不好管理啊 怕刀刷啊 怕刷爆啊 还有记不住回馈的种类等等的 之前我也是某张当主力卡 到了今年回馈突然大减或是以往有回馈了怎么没了 才惊觉说要来找适合自己的卡片 说到底人就是懒啦 我也曾经懒过看到一大堆条文就放弃研究 更别说银行的网页的介绍条文总是让人看了想混混欲碎或是看不懂 我跟你讲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那当然同样的问题你在做国海外投资的时候也会遇到 因为之前也有发影片跟大家分享说如何阅读这个Vanguard ETF的财报 也是一样 如果你连读国内中文字的条文都有困难的话 那你怎么跨海去做海外投资呢 海外投资讲的可都是英文呢 那你这些牌报你不要说打开来就看到就想睡 不行你还是要一句一句的去看 所以你的英文学习能力真的要很强 就是不管怎样 如果你真的想要投资全世界 英文还是很重要的 那再来的话呢 这本书会让你感受到宝大投注多少心血写的 是他亲身经历与各银行们打交道的故事 相信有在使用信用卡的人应该会有不少的疑问跟错误观念 里面一简单易懂的文字让你一一解惑 而且图文并茂哦 看得出来宝大对信用卡是有多大的热忱啊 最喜欢里面一张整理好的图表 各大银行的资讯比较表 不用自己一家家去找资料 里面整理的好好的 尤其是附录的大整理图表 真的是极大成了 主要是自己来整理 真的不知道花上多久才能够做出来呢 看到附录的内容正经经有味时 才发现整本书也看完了 还有宝大用里程卡换 这个机票由日本真的很厉害 看到照片中的饭店也想起曾经去福岡的点滴 看了书之后 知道出国如何聪明刷了 真希望宝大再出第二本 那关于是不是要出第二本 我觉得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这本书卖的不好 所以其实出版社不会愿意再找我出第二本 那市场机制就是这样子嘛 好的书人家才会出 就是邀请作者做第二本嘛 但是我这本书 其实手上也没有卖完 那怎么可能就是 出版社会找我出第二本呢 所以这没办法 但是如果真的要有第二本的话 我可能会往投资理财的方向去走 因为这部分也是我目前极力在经营的这一块这样子 那下一个段落 接触宝大文章才不久 正巧宝大要出书 一篇篇的文章看下来 才知道自己错失了多少可以得到的回馈 很多都是限定活动自己却没有注意的事项等等的 也增长了见闻 一本书真的不贵 值得入手来研究 得到的绝对比付出的还要多 书中自有黄金物 无知才是可怕的 让错误的观念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力 小资族适合看有很多省钱秘籍 大户要看了解如何得到更多的回馈 害怕使用信用卡的人更要看 观念正确就不怕那些担心的事情 与其觉得相见很晚 不如来本宝大的书来做改变 每个人都可以刷出不同的一片天 却好像卡片游戏一样 看完之后会思考要怎么规划牌组 下半年如何还未知 先来超前部署一下自己的信用卡吧 所以这个龙小姐她的这个 这个文笔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微妙 我自己看也是觉得很开心 就是说当你的文字能够引起共振跟共鸣 能够让更多人去知道说 原来信用卡可以这样用 原来可以这样赚钱 原来可以这样省钱 这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人生的一个很大的宽慰了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说你到底 你出了这本书到底可以影响多少人 那你可以让多少人脱离财富贫困的这个情况 甚至迈向财富自由 我觉得我的书只要有一本书 有打动一个人 有改变一个人 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最大最大的鼓舞了 因为改变别人是多么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可以透过我的文字 透过我的影像 透过我的声音 透过我的书本来去改变别人 这对我来说就是这一生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的最后一支影片会来跟大家揭晓 就是到底哪些人是第一名 第二名第三名 是不是人人有讲呢 下一支影片呢 敬请期待我们要来做最后的大揭晓啰 我是宝可梦 也欢迎你喜欢我的 希望你喜欢我今天的这支影片 然后赶快来订阅一下 最新的这个资讯呢 才不会遗漏掉 也非常欢迎你赶快把这支影片呢 分享出去给你的亲友 按赞公开留言分享出去都好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 就是这样子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